欢迎回来今天这节课我们讲功能分析 功能分析图的话是方案做完了之后 对建筑内部的功能分配的一种展示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呢 就是欧马在CCTV大楼里面的一张分析图 这也是我们这节课要临摹的分析图 这种其实算是比较复杂的一种分析图了 他这种图子呢 他基本思路还是一样的 就是要去先建模 就是看到这些体块的这个样子 这些我们不是在AI里面自己去画的 它是要先去建模建模之后 我们在AI里面就做填射 那么这个建模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说是去展示它的这个内部 就是所以我们一般来说 它的这些边框啊 这些线啊 我们只要保留它的边框就可以了 一般来说 我们最后会把这些线单独给它导一个图生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要去展示的内部 把这些隐藏掉 然后最后单独显示一个轮廓就可以了 那么CCTV这个楼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案 但是它这个楼里面 它有很多很经典的分析图 那么这个楼的功能分析 它其实还有好几个其他的版本 总体上来说都是大同小异的 都是用不同的颜色的这个色块来表达它的内部的功能 那它也可以做成这种爆炸图的形式 它把一些功能这样子拉出去 对吧 它往左右两边拉 拉出去 然后一些顶上的引出来 或者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话 它可能把每一个独立的元素可以显示的更清楚 但整个组合起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们就看不清楚它的一个形态了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它把这个每一个功能单独图一个颜色 然后把它分成很多张图 这样一共12张图 然后每一张图里面去单独去表达它的一个功能 这样子 每一个功能可以表达的非常清晰的 然后 就是它整个组合起来的话 就是它也是一个一套完整的这个图子 但这样子表达的这个图子的话 就是看起来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 我们到时候去临摹的就是这一张 这张还相当于就是你自己看得出来的一个形体 然后它的各个功能就是组合起来 就是每一个其实看得也比较清楚的 那么功能分析 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表达形式 我在这里一并的提示一下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它其实是欧马去参加这个 拉维莱特工人竞赛的一张图子 但它这个欧马他们是没有中标的方案 中标的是区米设计的 有一堆红色的点阵的方案 那么欧马这个方案呢 它其实也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里面 欧马在这个方案里面 它提出来一种非常有意思的这种表达方式 就是它用不同的这个剖面的这个意象 就是它来表达 然后它的不同的功能 它把这些意象呢 这个引到这个图子里面去 这个其实是它那个 拉维莱特工人的那个总图的那个轮廓 我们看到它这里面有一些工业的 可能有一些村庄的 然后有一些现代的这种城市的 就是它用这种不同的这个剖面的意象呢 把直接放到这个场地里面去 然后去它去表达一种就是功能的意象 就是它 它这种方式呢 就是也是一种比较有创意的一种表达方式 那么类似的欧马 它在这个前海的投标方案里面 它也去进行了这个类似的操作 我们看到这个尸体模型 它也是就是它一层一层的这个模型 它的颜色都不一样 就是它也是表达了不同的这个 它去提取的不同的这个城市的要素 你去看 就是我把这个文本分享给你们 它在一开始 它就去提取的城市的很多的这种 一条一条的去拍的那个照片 就是然后它提取出来 把这些城市的这些要素提取出来 然后它可能通过这些要素去抽象出来 然后得到一些这种 基本的激励 或者一些功能 这样子 那么它最后通过一个圈 在这个地方 这边没有结完 通过一个圈 把这些所有的这个功能串联起来 那么它这种表达方式呢 也是一种就是 不管是视觉上 还是说它的这个 这个图子所传递的这个信息 都是非常有创意的一种形式 那么接下来几个也是欧马的案例 就是它们对于功能表达 其实有非常多的技巧 像这种通过很大的文字 它直接来表达这种功能 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手法 在欧马的很多方案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那其实这种 它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视觉传播 就文字一定要大 就是当你的文字 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文字它就变成了一种符号 文字本身 它就可以变成了一种 就是分析图的一种图标 之类的东西 就是你看到通过这个文字 它不仅是传递的这个文字 背后所隐含的信息 它本身变成了这种图标 像这个分析图里面 我们去找的那种图标一样 就是它给人的视觉冲击力 是有足够强的 那么这些也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这个深圳证券交易所 这个我们前面也分析过这个案例 就是它也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它的一个功能的分布 这个不同的颜色 然后颜色不同的字 这些东西 就是看起来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它这个整个楼 一个功能分布 那么还有一类功能分析 它主要是加图标和文字 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 设计的不同功能 这种方式其实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模型 就是你看到它这个图 你分析一下 它这个背后模型一导出来 然后加几根引线 然后这个图标一填个色 然后加一个图标就完了 对吧 这个其实非常省事 它都不用跟你的设计的空间 完全对应起来 就是你看前面的这些分析图的方式 它其实还是跟它的空间 有一些对应关系的 就是你设计的哪个空间 是什么功能 但是像这种的话 它其实你都不用去 去对应到它上面 你就拿一个线引出来就行了 其实它这种是一种非常讨巧的方式 它其实你光看这个图 它的表达效果其实也还不错 就是看起来也比较小清新的这种 但是它其实画起来非常快 就是如果你画图来不及了 你可以尝试这种讨巧的方式 但如果你时间足够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采用那种更复杂的方式 就是它的表现的信息量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它把不同的功能 就是它的颜色 像统计数据一样的展开 每一个颜色 它应该对应的是一个使用的面积 那么这样子可以很快的对比这种功能的占比 这种一般来说 在做一些什么像办公楼超高层 这些可能会用这种方式会用的很多 那么最后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手工模型 它也是一种非常实用的表达功能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像OMA Mvrdv 他们很喜欢做这种分析模型 那么一方面去表达它的设计概念 另一方面其实也把功能表达得很清楚 包括我们之前看到的荷兰的某一个楼里面 它们不同的模型的体块就堆叠起来 就表达的非常的清晰 那我们今天要去临摹的图 是这张 就是CCTV的这张大楼 那么我先去把它的模型给建立一下 这个模型建模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对着这张照片去建 就这 我把这张 这个背景 我把这张照片就把它放到背景里面 直接放到SU的背景里面 然后你对着它去建模 就可以了 这个CCTV的这个图纸呢 到时候我也会分享给你们 就是它的比较全 就是这里面 它大概有这么几个版本 就是 它总体上反正都是说的一个东西 就你到大概到了它这个去把模型建一下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只是演示这个思路 可能不是非常的精准 但影响不大 那么我开到这个第二个场景里面了 就是你看到我们这个建模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去建它的这个体块 建它的这个功能块 就是这些 这些块 每个块它代表了一个功能对吧 然后这个建筑的外轮库 就是这个这一层 就外面的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 我其实用的是一个玻璃的材质 就是你看到这个地方 用的是一个 带有不透明度的这个玻璃的材质 透过去 我们要去看内部的对吧 我们最后在AI里面呢 方便去调整它 那么导图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导图的时候就是 这个就不像我们之前那样子导图就 导一个PDF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要导很多个 就是我在这边就把它稍微的 分了一个场景 因为我们看到它这个 它这个图里面 表达东西还比较多 就是因为它这个图里面 你看到它这个 比如说每一个楼层 它的线 它也是看得到的背后 它还有一些虚线 表达它的这个 体块的这个轮廓 你看到背后的这个虚线 它的这个基本的体上关系 然后它里面的这些也表达的很清楚 就是它的这个信息 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比较综合的 那我们导图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在场景号2这里存那个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那我把场景2 我把它拆开出来 就是场景3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只表达了这个 它的这个外轮廓 就是外轮廓 这个我把单独导出去 到时候方便去做 它的这些 就是轮廓线这些东西 单独去导一层出来 把它翻开 然后在这个场景4里面呢 我去 这个场景3和场景4有点缺表 场景3它其实是有一个颜色的 这个导出去这种玻璃 虽然我们在这个SU里面看到的是有透明度的 但你导的导出去之后 其实上它的玻璃是看不到透明度的 它导出去 在AI里面看到的应该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把它导出来之后 我们导出来的这个 场景3它是长这样子的 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场景3导出来的 你在那个SU直接导出一个PDF 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个 它是看不到这个不透明度的 就是不透明度这个东西 你导PDF导出去之后 它保存不了这个信息 就这个记住一下 所以我们在场景4里面 我们导出去的是这种 线框 纯线框模式 它这个导出去之后 背后的这些线是看得到的 就是我们看得到是这个东西 内边框 就是它的内部外部的线全部都显示出来 就所有的线都显示出来 那到时候我们把 这个外面的线就是这层线 就把它盖在上面 到时候后面 我们就可以显示它的虚线 到时候我们操作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好 然后呢 我再去导一个 单独去把它的功能体块 单独导一个出来 就是这些是建好的模型 就是它的功能 这些体块 单独的去导一个出来 不跟这些线 混合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我导图的时候 我已经把这个 提前把这些线 把它隐藏掉了 就是 我不要这些线 你看到这个样式里面 编辑里面 看一下 我们把所有的边线都取消了 我们只保留这个色块 因为这些线 我们最后不要 对吧 我们不用这些功能块里面的线 我们 我们需要的线稿 其实只需要这些轮廓 对吧 这个功能体块的线 我们就需要 就不用去导它 那么以前呢 我们是一起导出来 然后我们单独在AI里面 去把它选出来 然后 再去隐藏它 这样子 我们如果分开导图的话 就没有必要再去做 那么复杂的操作了 那么最后呢 我再去求了一个 这个 楼层线啊 这个 这个地方稍微提示一下 就是切这个楼层线啊 就是 楼层线就是 因为它这个 它这个里面 你看到它也是做了这个楼层线 这个楼层线呢 其实相对 所以啊 你去建了一个体量起来之后呢 比如说开到场景号2里面去吧 随便啊 做一个啊 就是 我们随便拉一个方盒子起来 好 这个楼层线是这样子切出来的 就是啊 比如说啊 我这有一个方盒子 然后这个是代表这个楼层的这个基本体量 好 我把它打个组吧 Ctrl加G 然后我再去画一个方盒 画一个平面啊 拿这个平面去切它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 就是啊 我把Ctrl加G再打个组吧 好 这样子我往上复制啊 复制个比如说10份啊 我除以10 好 这样子的话就是啊 你相当于 这个啊 你可以把理解为就是我们的每一个楼层 它的标高 然后啊 这个就是我们楼层的这个体量对吧 就是你拿这个标高去切它 切到的每一个楼层就 它就会切出来一个这个 这个线嘛 就是啊 我们这个时候把所有的一些选中右键 这儿模型交错啊 只对选择对象交错 然后这个时候 你再把你把这些东西隐藏吧 你直接Ctrl加H你传掉哈 你就得到这个楼层的线啊 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楼层的线 这个你在C6里面去做的话就更简单了 对吧 C6里面直接去求那个等高线就可以了 在SU里面的话你还手动的去 去画一个面啊 然后去跟它取为一个交错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我先把删掉 把这些删掉 那么回到这个场景号6这里面呢 就是这个地方呢 我就是相当于先把这个 体块就是这个体块建好 建好了之后 你再去画一堆这个面哈 画一堆这个面 平面伸上去 然后去跟它切割 切割出来就得到这个楼层的这个等高线啊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也单独导一层出去啊 就导出去了之后呢 以后 啊 一共呢 我们是要导这个 导四张图出来 一个是它的那个纯的外壳 一个是内边框 一个是功能块啊 一个是楼层线啊 大概就是四个 而这四个全部导出来之后呢 我们打开AI 我们的AI里面来操作 我们把这四个全部一起导进去啊 一起拖到AI里面来 那么拖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 就是图层 我们来啊 就是作为一个底吧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功能块这个 你随便拿哪个其实都可以 好 我们把这个啊 另外几个吧 复制过去 Ctrl A 然后我们Ctrl加G 打个组 先把这些啊 打个组啊 Ctrl C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Ctrl Shift加V 原位粘贴过来 这样子它的这个啊 位置是对上的 好 这个就是这个 内边框 然后外壳 外壳 我们Ctrl A Ctrl G 先打个组 然后Ctrl C Ctrl Shift加V 好 这个是外壳 然后还有这个楼层线啊 这个一样的 Ctrl A Ctrl G 打个组 然后C C 好 Ctrl Shift加V 这样子我们把这个楼层线啊 一个来引过来 然后 全部弄过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图层卡分一下 有这个楼层线 我们先把分开 有这个楼层线 把移进去 好楼层线这个啊 它最后我们再来加都可以 好 我们现在 首先要做的是 把这个 外轮廓了 先把这些基本的关系 把它理清楚 对吧 外轮廓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好 然后这个内边框 这个 好吧 这个内边框一把拖进去 好 那么最后得到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功能块 对吧 好 那么我们首先啊 底下的这个图层关系啊 那么外轮廓 应该是在最顶上的 然后内边框 外轮廓的话 其实啊 我们也不需要这个面对吧 这个面其实是多余的 我们只需要 他这个线就可以了 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他的外轮廓 我们不需要他的这个 他最后是求了一个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这个 求了一个这个 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轮廓线啊 可以给他加一个粗一点的 也可以保留一下 那么我们先把他这个处理一下吧 比如说啊 这个编组啊 我们先把 先把其他的锁定呢 按住out键 点一下外轮廓前面这个 锁 然后把这个ctrl shift加计 解散开 好 那么这些面啊 就是我们先把这些线全部拎出来 选择相同 外观好 把这些线全部拎出来 这个是外轮廓里面的这个线啊 然后我们先给他 比如设定一个粗一点的粗细2 好 剩下的呢 就是啊 这个我们 我们再再新建一个图层出来 这个是外轮廓 他得的线 那么剩下的这个面啊 其他其实求出来的就是那个大的轮廓了 就是最外面的这一圈轮廓线 就是 我们这个啊 这个里面 所谓的这个轮廓线呢 他其实是指的这些啊 就是 次级的轮廓线 就是他这个体量的这个轮廓线 那么最外面的这个轮廓线 是把整个图形的包裹起来的这个 在外面的这一圈 那我们把这个再给他单独的 做一个出来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 这个就是选中所有的面 我们在这儿 我们前面啊 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形状 啊 路径插导器里面 形状模式 叠加一下 然后转成 纯黑色 然后这个地方的 我们给他再粗一点 好 这样子你就得到一个很粗的这个轮廓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层5啊 就把它拉回来吧 可以把这个放到上面去 这个最粗的这个 好 这个图层5了 暂时就没有什么用了 这个呢就是这个我们求到的外轮廓 就是你看到他比这个内边框啊 内边框的话就是 是这个图层 我们按住 out 然后把这个锁取消掉哈 按住out 然后这个内边框啊 是这样子的 内边框他其实里面 需要的是一些虚线 对吧 就是这个背后看不到的这些地方 需要一些虚线 那么我们在这个 ai里面 我们看一下内边框这个图层 他是他是有哪些东西啊 就是他其实啊 外边框也有 但是啊你把这个外边框做成一个虚线之后呢 他其实会被你的这个外面的这些 更粗的那个线挡住对吧 所以啊 没有影响就是你直接把整个这个组 你不用去删除某些线 就是你再把整个这个图层呢 就把变成一个虚线就可以了 给我选一个更细一点 然后把虚线给他设置上 好 我们把变成虚线的之后 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再把这个外轮廓打开 好 他是不是就是你看到这个地方 他这些地方呢 他这个外轮廓这个图层在上面对吧 他自动的就把盖住了 就是你不用去 不用去删除那些线啊 就是你把它放到下面 直接把自动被盖住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内边框啊 内边框把这个虚线的调的 长一点吧 好 我们通过这两个图层呢 我们就把这个 他的整个一个形体关系就把表达清楚对吧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一层的这个 一个是很粗的这个 最外面的这个边框 然后一个是稍微粗一点的这个 建筑我们肉眼看得到这个 他的这一层的这个 这一侧的这个轮廓线 还有一个就是很虚的这个 很细的这个 背后的这个轮廓线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你就可以把 把这个整个建筑的这个体量感啊 拿勾勒出来就是 把你们做其他的图子的时候 一样的道理 就是如果你要去表达你的建筑背后的 看得到的这些信息 你就倒两层出来 内内部的外部的 那么你把外部的这个射出一点 内部的射成虚线 它自动的就会 展示出这种效果 他的这个楼层线 楼层线一样的 就是你把射成一个 很虚的这个线条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射一个0.25 然后一样的把虚线打开 这样子的话 你就把这个楼层线加上去 这个时候加上楼层线 可能看起来稍微点乱 我们可以先把关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处理这些功能射块对吧 这功能射块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把这个参考图拖进来 这个就非常的easy 就是离班我们去画图的时候 我们都会去找一张参考图 你照着它去吸射就可以了 去吸它的颜色 我们把cctv的那张楼 那那张楼的这个图 我们把它拖进来 照着它的这个去吸就可以了 好 这个时候呢你就照着它这个去吸 比如说你的这些 这些色块 每一个色块 你就 我们把这个参考图给它锁定一下 每一个色块 你直接按快键Y 你就可以双击一下它 去修改它 如果你的容差不是0的话 然后你选中 你就把这个所有的 同一个顶面的颜色全部选中 直接去吸它的颜色 就可以按快键I 好 就吸它的这个颜色 侧面 一样的按快键Y 把它选中 然后这个的侧面 好 这样子你就把这个 这个色块的这个颜色 就全部给它改过来 对吧 然后其他的其实原理都一样的 我就不挨个去改了 就反正它这个基本的思路 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里面 稍微还有要提示一下的就是 你如果把这些颜色 全部色块的改完了之后 最后你去把那个 你去把它这个背景的这个图 就PS 你把这个图给它背景叠加上去 基本上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楼层线打开 你看到就是我把这个关掉 就是它这里面呢 还有一些标注 就是它这个也是顺着这个透视的方向 去加的这个地方 稍微提示一下 就是这个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就是 它这里面的标注 比如这个这个体块 这个体块上面这些标注 它每一个呢 它都是顺着这个透视的 我们加一个 好我们先把其他的全部锁定了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上面要去写标注 我们在这个 新建一个图层叫标注 然后这个上面 我们看它写的标注的一些啥东西 反正就写的一些字吧 比如这个地方什么 8166之类的 反正就这些东西 这个地方你要把它变成 在这个面上 对吧 就是如果你直接这样子写 它这个字呢 它没有在这个面上 你要让它贴到这个面上去 你就得这样子去操作一下 对吧 效果3D 突出和斜角 这个时候一样的 这个突出厚度 我们不要 这个时候呢 就是它就不是我们之前选的那种等轴上方 或者等轴右方 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个地方呢 你得你得去自定义的去旋转 就是你可以去选一个差不多的 比如这个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 我们试一下 右方啊 右方它有点接近 就是但它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啊 就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啊 它现在是这个样子 就是如果你觉得它这个啊 稍微有点歪 比如说你看这个啊 有点歪 你可以手动的直接在这个上面去拖拽 就是 可以直接去拖拽它 就可以手鼠标直接放到这个上面去拖拽它 可以控制它的这个形状 就是可以任意的旋转变化 就是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习惯 就是你去多拖几次就可以看到 就是它这个是完全可以任意的 拖动呢 就是这个有时候你拖的太歪了 就是你不知道跑哪去 你可以选一个等角啊 就把它找回来 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 然后你把鼠标放到它的某一条边上去的时候 它会锁定在这个边上去旋转啊 是这样子的 比如你锁定在这条边上去旋转啊 你也可以直接把鼠标整个放到这个面上去直接拖拽它 它这个不是特别精确 但反正你看着大概差不多就行了 因为大家都是做这种分析图对吧 它也不是非常精确的这种好 这样子你就把这个字呢就相当于 跟你的这个整个透视的方向你不仔细的去看啊 就是它它当然也不是百分之百的这种精确 但是反正看起来差不多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这样子把复制几个出去啊 它这些字呢 感觉就是贴在这个盒子上的 包括它的这些正面啊 就是顶面上写的这些文字这些啊 这些面啊 都是这样子写就可以了 包括它的这些楼层啊 编号 它每一个楼层 它有个编号 这些都是啊 去加这种透视的效果 包括它的这个上面画一个圈圈 然后就去写文字这些啊 都是都是这样子一样的套路 就是重复的套路 我就不再去讲了 就是这个啊 当做你们接下来的这个课程作业就可以了 就你们自己去啊 完成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好 那么这节课我的提示啊 就是就讲到这种 主要是讲思路啊 剩下的就当做你们的课程作业啊